耶利米书 第30章 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要把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我的子民以色列和犹大贝鲁的人归回 耶和华说 我必使他们回到我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要重得这地为业 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我听见了战利喊叫的声音 一片恐慌 没有平安 你们去问问 去看看 男人会生孩子吗 为什么我看见所有的壮汉都用手抱着腹部 像正在生产的妇人 每张脸都变成苍白呢 爱哉 那日大而可畏 无可比拟 这是雅各受苦的时期 但他必被救出来 万军之耶和华宣告说 当那日 我必从他们的颈像上折断仇敌的恶 扯断他们的神套 他们必不再做外族人的奴隶 他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和我为他们兴起的大魏王 所以 我的仆人雅各啊 你不要惧怕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以色列啊 你不要惊慌 因为我必拯救你从远方回来 必拯救你的后裔脱离他们被掳之地 雅各必归回 得享平静安逸 没有人可以使他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我要消灭我赶散你去的列国 却必不消灭你 我要按公正惩治你 绝不能免你受罚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你的损伤无法痊愈 你的创伤不能医治 没有人为你申诉 你的伤处无药可救 你不得医治 你所有的盟友都忘记了你 不再关心你 我击打了你 好像仇敌击打你 又好像残暴的人惩罚你一样 都因你的罪孽甚多 你的罪恶无数 你为什么因你的损伤哀叫呢 你的病痛无法痊愈 我这样对你是因你的罪孽甚多 你的罪恶无数 但是吞吃你的必被吞吃 你所有的敌人全都要被掳走 抢掠你的必成为被抢掠之物 掠夺你的 我必使他们成为被掠夺之物 虽然人都说你是被放逐的 是没有人关心的喜安 我却必使你康复 医治你的创伤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复兴雅各的帐篷 也必怜悯他的居所 城市必在废墟上重建 堡垒必立在原来的地点上 必有感谢的歌声 和欢笑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来 我必使他们人数增多 不会减少 我必使他们得尊荣 不再被人轻看 他们的子孙必像以前一样蒙恩 他们的国家必在我面前建立 我必惩罚所有压迫他们的人 他们的元首必是他们自己的人 他们的统治者必出自他们中间 我必使他进前来 他也必亲近我 不然谁敢冒生命的危险来亲近我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看啊 耶和华的旋风在震怒中发出 是横扫的狂风 必卷到恶人的头上 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 直到他做成和实现他心中的计划 在末后的日子 你们就会明白这事 我会明白这事